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它和文明是对立的呀 战争和文明之间的关系 有什么值得认真对待的呢 这就是我这一讲要回答的问题 罗马的扩张是人类历史上最成功的征服 一个弹丸大小的城邦 最终变成了横跨欧亚非的庞大帝国 地中海都成了它的内户 这样的丰功伟绩 应该说有说不完的故事 其实并没有 因为都太顺利了 绝大多数敌人都是罗马的对手 罗马在军事上取得的胜利 就像家常便饭 你会记录每天自己吃了什么吗 当然不会 因为它没有什么特别的 没有什么值得说的 只有一个明显的例外 被所有罗马史大书特殊 就是布逆战争 话说罗马到了青壮年的时候 已经占据了整个意大利半岛 一出家门口呢 在西西里岛 碰上了一个很厉害的敌人 叫做加太基 加太基啊 在北非是海上霸主 依靠贸易和舰队呢 经营自己的帝国 罗马人啊 把占据北非的斐尼基人 叫做布逆人 所以啊 罗马和加太基之间的战争 就叫做布逆战争 布逆战争啊 一共打了三次 前前后后四十多年 最终 消灭加太基之后 罗马就再也没有遇到 高质量的对手 所到之处啊 完全都是碾压性的胜利 我带你看看 让罗马人 莫持难忘的 这场布逆战争 到底是怎么打的 然后分析一下 罗马从里面 获得了什么样的成长 第一次布逆战争呢 理由很简单 因为罗马急速扩张 统一了意大利 再往外走啊 就踩到了加太基的地盘 没错 加太基的距点啊 就在西西里岛上 既然要称霸世界呢 就不要怕前面有对手 遇到了就打 但这次 罗马还真不是 砍瓜切菜就拿下了对手 加太基很厉害 罗马人的困难呢 在于他们的陆军很厉害 海军不行 可是加太基呢 是海上帮助 海军恰好是人家的强项 具体的战争过程呢 我就不跟你细讲了 你只需要记住 罗马人想了一个巧妙的办法 这个办法呢叫乌鸦吊条 他们用吊条 把我军的战舰和敌军战舰连在一起 使兵冲上敌舰去杀敌 你看下文稿里边的图片就等了 其实啊 罗马人就是利用乌鸦吊条 把海战变成了陆战 实质的打法 是变成了他们最擅长的近身肉搏 有了这一招 罗马人一步步打败加太基 最终啊 迫使加太基签订了条件非常苛刻的合约 罗马人就成了地中海的霸主 但是啊 百族之虫死而不交 加太基啊 曾经也是霸主 他们不甘心失败 他们的生存和发展 选择了向西北方向去推进 渡过隔开非洲和欧洲的直布罗托海峡 进入了西班牙 罗马和加太基啊 这个冲突就在北部展开了 这次的主角呢 是加太基名将赫尼瓦 他是西方历史上最伟大的军事统帅和战略家 见识过人 战略非凡 他怎么办呢 率领加太基军队翻过阿尔卑斯山进入意大利 罗马的很多将军啊 都败在了他的手上 尤其在坎尼会战的时候 罗马人被汉尼瓦合为七万多人 在自己地盘上被人蹂躏啊 对于战无不胜的罗马人来说 简直就是奇耻大路 但是呢 一个个激动万分的将军出去之后呢 全都吃了败仗 最后怎么办 罗马这边啊 由沸边出任独裁官 全权负责 他的办法就是托 就不和汉尼瓦展开正面决战 而是拖延 回避 周全 这种避敌风芒 迂回周全的战术 从此以后 就被怪以沸边的名号 叫做沸边战术 终于啊 汉尼瓦被拖垮了 在渣马战役中被击败 加太基啊 不得不接受更苛刻的合约 势力范围啊 就被限制在自己的群帮周围 这次啊 罗马人真的打败了加太基 那为什么还会有第三次布宁战争呢 第一次 第二次都是旷日十九 打了十几二十年 第三次 很短 就只打了三年 很简单 第三次布宁战争 纯粹就是罗马欺负加太基 第二次布宁战争之后啊 罗马人到处开疆拓图 主要对手呢 是亚历山大帝国分裂之后的那几个亡国 而加太基呢 门神发大财 罗马人啊 被加太基伤得实在太深了 简直是刻骨铭心 所以加太基一旦有向好的技巧 罗马人就不舒服 罗马有一个著名的政治领袖叫加图 他每一次在元老院演讲 都是以这样一句狠话结尾的 加太基必须被消灭 第三次布宁战争呢 就是有刀的罗马对付有钱的加太基 因为加太基在第二次布宁战争当中啊 武装全面被解除了 结果你可想而知 必然是加太基战败 但是失败的残酷程度啊 远远超出了你的想象 一个辉煌的城邦 被罗马大军围护了两年 城终于破了 士兵和市民们啊 和罗马军团展开肉搏 死伤无数 最后呢 剩下的25万人全部被卖成奴隶 大火烧了三天三夜 城市被夷为平地 这还不算完 所有的地方都撒上盐 防止任何生命迹象的出现 至此 罗马终于拔掉了 自己的眼中钉肉中刺 从布宁战争当中啊 你可以发现一些 罗马甚衰的逻辑 首先 意志品质 是文明的内在动力 罗马人的勇敢 坚毅 一个国家的强盛 最底层的根基啊 是人的品质 人如果积极进取 弃而不舍 国家就有希望 人如果都隐隐狗狗 短时投机 国家迟早会完蛋 加泰基输给罗马 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啊 就是没有罗马人能扛 因为他们 擅长做生意 生意人心眼多 不像罗马 士兵农民 心思单纯 反而意志坚定 在重大的压力下呢 能够团结一致 罗马 一直憋着一股劲 顽强地坚持自己的目标 不达目的 事不罢休 第二个第三逻辑 政治是文明的硬核 没有好政治的文明 很容易就消亡了 不是因为自己的内斗而消亡了 就是因为外敌的入侵而消亡了 加泰基就是这样 我们谈到文明的时候 往往会谈挣钱做生意 研究哲学和科学 写戏剧和诗歌 等等等等 但是你要知道 这些社会经济文化的生活 是文明的成就 但在一个文明当中 政治才是最重要的 因为有了政治 其他的好东西 才能保存得下来 就像第三次不拟战争当中那样 再有钱的文明 如果解除了武装 根本就没有保卫自己的能力 就谈不上什么文明了 中国古代有很多很多这样的例子 掌权者轻松的就收拾了首付 比如晋朝的石崇 明朝的沈万三 一个人是这样 一个文明 何尝不是这样 第三个底层逻辑呢 是资源是文明的营养 罗马文明的资源从哪来呢 罗马不像希腊那样 通过贸易来解决生计问题 而是用军事扩张来解决 一个文明的迅速成长 必须有源源不断的资源贿赂 有了钱 不仅可以养军队 制造各种物品 改善生活 有了这些资源 作为文明标志的诗歌戏剧艺术 才可能繁荣起来 才有人利用闲暇去思考 变成哲学家和科学家 而罗马的资源贿赂 主要就是通过军事征服实现的 你是不是觉得 罗马其实很像强盗啊 确实像 但是强盗不足以说明 罗马文明的复杂性 我给你提供一个概念 其实上面已经说过了 就是军国主义 军队是国家的支柱 战争是国家最重要的行为方式 这种文明成长的逻辑 就是靠人的品质制度的激励 去实现资源的集取 作为爱好和平的人 你可能对军国主义很反感 我当然理解你的正义感 但是这儿我要告诉你 要把军国主义上升到 文明成长的路径来理解 和其他成长路径一样 军国主义能带来好处 也会带来坏处 而罗马呢 选择了这样一种成长路径 也就注定了罗马的发展轨迹 军国主义啊 不只是罗马有 空泛来说 所有国家都有 无论什么时代 什么地方 因为只要是国家 也就是一个文明 建立起了自己的政治硬核 就必然有它的军队 国家有了军队 不会只用来保家卫国 也会用来对外扩张和侵略 没有扩张性的国家和军队 就像没有扩张性的权利一样 根本就不存在 那我们到底应该如何看待战争呢 实际上 人类一直在竞争 战争是最残酷的竞争方式 爱好和平的正确姿势 不是回避战争 而是勇敢的理解战争 理解人与人 国与国 文明与门明 在战争中如何存活 如何进步 如何自我改善 在古代 土地和人口是最重要的经济资源 大规模的获取它们 好办法不是开荒和殖民 而是战争 如果最重要的资源 不再是人口和土地呢 战争还有必要吗 当然有 但恐怕形态就大不一样 回到罗马成长的逻辑 军国主义和所有文明成长的逻辑一样 有利就一定有利 我们刚才说了 罗马是强盗 强盗会受伤吗 那当然会 有一句俏皮话说 只看见贼吃肉 没看见贼哀的 罗马确实获取了 无数的土地和战利品 但是呢 军国主义的基因 让他自己也饱受困扰 我甚至可以大胆地告诉你 罗马成于兵 也毁于兵 下面几讲 我会帮你解开这一整套逻辑 好 总结一下这一讲的内容 罗马在征服的过程中 遇到最重要的对手是加太基 他们之间一共打了三次不逆战争 从罗马征服的过程中 我们可以看到 文明的内在动力是人的意志品质 文明的硬核是政治制度 文明的营养是经济资源 归结起来 罗马的成长逻辑就是军国主义 他成就了罗马 也将毁掉罗马 下一讲 我就来跟你聊一聊 罗马遇到的成长的烦恼 也就是罗马的典型现象 奴隶制 期待你的到来 咱们下一讲再见 咱们下一讲